用Python完赚数据 学会写Python的简单程序以后 是不是又想升级写一些更复杂的程序呢 那我们呢需要先来学一下 Python那种标准的模块和一些函数是怎么使用的 比如说要解决一些高度数学的问题 我们就需要用到MassCrew里面的很多的函数 程序设计员当中的函数呢 可以看成类似于数学中的函数 它们是完成一个特定功能的一段代码 Python中呢有非常丰富的函数 所以呢这也是Python非常流行的重要的原因 比如说求绝对值函数 ABS判断类型的函数Type 在我们日常的编程时候呢 可以多使用函数 这样呢可以提高我们的编程效率 Python中呢有很多的内接函数 也就是不需要另外导入的这样的一些函数 比如说数值型的内接函数 有这样的一些 Float啊 Power啊等等 ABS啊等等 另外呢还有一些实用的内接函数 比如说DR 还有我们之前介绍的input 还有类似于Heper 在Python中到底有哪些内接函数呢 我们可以通过命令来显示 我们来试一下 好我们输入这样的一行命令 就可以看到Python当中的异常名 一些属性名 还有呢从ABS开始到Zip 结束的一些内接函数名 我们可以通过Heper函数来看一个函数 例如Zip函数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函数使用的参数 返回类型 返回值等等 这样的一些信息 再找一个函数来试验一下 例如Round函数吧 根据返回结果或者是函数名称 我们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函数 是一个四十五入功能的函数 刚才呢我们看了完成四十五入功能的Round函数 而Flo函数的功能呢是向下取整 好我们来用一下这个函数 如果我们直接使用这个函数 系统会报错 错误信息呢会提示 NameFlo没有定义 这个是为什么呢 其实呢Flo这个函数呢并不是内接函数 它属于数学库函数 它包含在Mass这个模块里面 所以这边呢我们要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非内接函数怎么样来使用 对非内接函数来说呢 我们在使用时呢首先要把它的模块呢 import进来 也就是导入 所以如果要使用Flo这个函数 我们要把它的模块通过import Mass这样的方式呢进行导入 那我们就要想到底什么是模块呢 其实呢模块是逻辑上的一个组织方式 一个完整的python文件呢就是一个模块 而物理上的组织方式呢我们就称为是文件 而逻辑上的组织方式呢我们就称为是模块 对Mass来说Mass.py呢就是一个文件 而Mass呢我们就称它为是模块 在使用的时候呢通常呢用import模块这样的方式呢 把现成模块里面的函数啊类啊等等重用到其他的代码块里面去 比如说一旦我们把Mass这个模块的import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里面的py啊这样的一些属性或者是函数了 那如果要导入多个模块的话怎么做呢 很简单直接import后面呢加上多个模块名用逗号分割 而如果要在模块里面导入指定的模块属性的话呢 用什么方法呢只要写from这个模块名 然后呢import后面的模块属性这样呢就可以了 这两者呢一个是把模块中的所有函数和类呢都导入 另外一个呢是导入了其中部分的函数或者是类 它们本质上呢会有一些区别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呢就不讨论这些技术的细节了 在使用的时候这两者也会有一些区别 我们会有一些程序例子呢给大家来看 除了函数和模块以外呢 另外呢还有包这样的一个概念 包是什么呢 其实呢它是模块和子包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执行环境 体现出来是一个有层次的文件目录结构 AAA呢是最顶层的包 CCCDDD这样的一些呢是它的子包 而像C1 C2就是它的模块 那如果我们要调用模块C1当中的函数放个1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import包名 子包名 模块名 把相应的模块呢进行导入 然后调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调用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from import这样的方式 直接把C1模块当中的函数放个1呢导入 它在使用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写的很长了 直接写放个1 参数就可以了 除了函数模块和包这样的几个概念以外呢 另外还有一个概念 称为是酷 酷是什么呢 酷是一组具有相关功能的模块的集合 在实际当中呢我们常常会把酷和模块呢混着来说 有的时候会说max酷当中的sine模块 或者是max模块当中的sine函数 例如我们可能会说数值型相关的标准酷 类似于decimal啊random啊等等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相关的一些模块 那总结来说可以这样来理解 包呢是包含了模块或者是酷 那在模块或者酷里面呢 会有很多的函数或者是类 对于这些酷和模块里面的函数和方法呢 都是编程力气 大家呢一定要去用它们